你以后能不能别那么管着我 因为我刚毕业 然后在学校里被学校管 然后在家里被家长管 然后这刚毕业两年 我想自己发展一下 还要被你管 我也可以像老师们说的那样 我也可以去做出改变 我回去工作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任性 对不起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 一年多的这个恋情 来 请关门 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在一年之中 其实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平等的关系 发展到了不平等的关系 从爱慕的关系 发展到了看不起的关系 这个变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其实还挺耐人寻味的 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左岩老师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 你会怎么劝她 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如果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 我会劝她去看一下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 然后去告诉她谁是罗子军 希望她引以未见 太好了 好了 希望她能够听到这个左岩老师的话 希望她恰恰也看了那部剧 啊 感谢观看